近日,缅甸民族团结政府,也就是以昂山素季为首的在野政府的卫生部兼教育部联邦部长左维索,在接受采访时说,军队内部即将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即将崩溃,此言一出,在缅甸舆论界掀起了一个小的轰动,那么他的说法站得住脚吗?符合缅甸境内总体战局的发展趋势吗?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可能大家也都听说了,缅甸还有一个在野政府,就是民族团结政府,现在的敏昂来军政府是在2021年2月1日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 直到今天,已经执政三年多了,2021年,敏昂来军人集团发动兵变,昂山素季和温敏,时任缅甸总统,被敏昂来逮捕。 苗来随即在不久后任缅甸总理至今,深感手中无兵不好办事的民盟随即成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也就是现在的保卫军,该武装虽然受到了不少缅族人的支持,但是一直缺乏武器装备和基本军事组织能力和军事素养,其军事行动逐渐转入低潮。 直到不久前,国赶同盟军发动的1027军事行动打击了缅甸当局的军事力量。 保卫军才重新开始活跃了起来,如今保卫军人数有大约2万余人,在缅甸各地都展开了对缅军的军事行动,不过其缺乏重武器和稳定的根据地的缺点并未有很大的改善。 长期以来,人民保卫军和各相关帮的民族地方武装合作共同打击缅军,比如说1月18日,克钦独立军,TLA,及德昂民族解放军,TLA,人民保卫军,PDF,对山邦北部的孟密镇警察局,及民缅军旗下三个营的据点,团部发动进攻。 左维索的说法和缅甸境内局势的发展有一定的吻合性。 大家都比较清楚,自从国感同盟军三兄弟于2023年发起1027军事行动以来,打破了缅甸境内的军事格局。 1027军事行动就像一只接力棒一样,最早是发生在国感地区,然后迅速蔓延到萨尔温江以西地区,最初和缅军作战最为激烈的是国感同盟军。 国感同盟军迅速拔除了大量的缅军军事据点,解放了广大的萨尔温江萨以东和以西地区,进入到了2023年的12月份,德昂军成为了1027军事行动中比较亮眼的主角。 在联邦公路以西大片区域与缅军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德昂军迅速拿下了南侃镇、漫东镇、南桑镇、南渡镇等镇区,甚至将兵力已经埋伏在穆解和拉虚两座城市的边缘。 到了1月份之后,若开军又接过了1027军事行动的接力棒,成为耀眼的主角。 在广大的若开帮和亲帮与缅军激烈作战,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若开军于2024年1月份占领了亲帮的白里瓦镇以及若开帮第二大城镇茂多镇——孟都镇,由于若开军对缅军的激烈战斗。 缅军节节败退,甚至大量的缅军溃逃到了印度境内和孟加拉国境内1月中旬,若开军占领亲帮的百利瓦镇之后乘胜追击,将驻扎的在亲帮的缅军击溃,缅军由此逃到了印度境内,逃往印度的缅军士兵共有276名。 另外,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亲帮缅军控制的地盘已经少于25%,75%以上的地盘已经被人民保卫军和民族地方武装所控制。 进入到了2月份之后,若开军又在若开帮对缅军激烈作战,部分缅军逃窜到了孟加拉国境内。 孟加拉国边防部队总部近日表示,自周日上午8点起,近100名缅甸边防警察已经从若开帮逃往孟加拉国,以躲避与若开军的激烈战斗。 此外,在克金邦等其他的邦和省也都有大量的民族地方武装和人民保卫军与缅军作战,缅军面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因此我们总体上认为,左维索的说法和缅甸境内局势的发展有一定的吻合性。 然而,左维索的说法也有一定的夸大其词的成分,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缅甸军政府仍然正常在运转。 尽管缅甸境内多个邦和多个省内都有对缅军战事的发声,但是大家看到了,缅甸军政府依然在正常的运转。 缅媒报道,缅甸军政府于2024年1月31日举行了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就民武地区爆发的战事情况, 毒品生产销售及网络诈骗打击工作开展情况,举行自由及公平的多党大选准备工作情况等等进行了讨论。 大家也都看到了,讨论的话题也都是非常符合时局的话题,会上还讨论了缅甸与中国打通贸易通道,开展木解编冒等相关内容。 可以看得出,缅甸军政府的运行还处于正常的状态。 其次,缅甸境内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以缅甸族人居多的地区,仍然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 如果大家过于关注缅甸境内的战事,那么眼里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激烈的战争。 事实上,在缅甸境内,其实大部分的地区还是处于比较和平的状态,特别是缅甸族人居多相关省。 即使是在交战区,一些和和心的城镇仍然在缅军手里,而人民保卫军及民族地方武装所控制的大部分都是乡村地区,目前战事比较激烈的地方是若开邦。 亲邦和克亲邦等。 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年缅甸的独立节,也就是1月4日,缅甸全国很多城市仍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今年,仰光、曼德勒、内比都等地依旧举办第76届独立节纪念仪式,其实很多下缅甸的地区还是处于相对比较和平的状态,下缅甸的居民并没有感觉到缅甸军政府有即将倒台的趋势,甚至在下缅甸做生意的华人也依然在正常的展业。 此外,推翻军政府并非一事,缅甸境内各民族地方武装的主要诉求是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高度自治。 并不是要攻入缅甸族人为主的省去占领那个地盘,而缅甸民族团结政府的军事力量又十分薄弱,本身并不能对缅甸军政府产生直接的威胁。 最近有消息报道,随着缅甸停火协议的签署,以及所谓的四大家族,头目白锁成父子等人的被移交,缅甸战士已经逐渐平息,在这种情况下,缅甸米昂来当局也够腾出手来,对付昂山速记的保卫军了。 而作为保卫军的重要据点,卡林镇是缅军的重要目标,根据相关方面的消息,逐步缓过劲来的缅军已经在善邦北部取得了小胜。 成功夺取了克勤军控制的蒙梅克镇,在蒙梅克镇获得胜利后,扫清了障碍的缅昂来,重新把目光和军事力量放回了时间,已经开始调兵潜将,准备夺取保卫军占领的卡林。 根据缅甸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伊洛瓦底报的消息称,缅军已经加强了骑在石阶省的甘巴鲁军事基地的军事力量,这个军事基地位于卡林镇南部大约60多公里的位置,正是缅甸准备北上攻打卡林镇的前进基地。 当地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称,不久前,有多达30多辆满载缅军士兵的卡车已经离开了石阶的一个军事训练营。 前往了甘巴鲁基地,随行的还有至少一个缅军装甲营,根据相关方面的消息称,目前在甘巴鲁军事基地大约有600多名缅军士兵,为了避免战火的伤害,甘巴鲁镇和尊纳镇附近两个镇的一万多名居民已经闻风而逃离家园,可见如今当地真可谓是山雨欲来。 保卫军一名士兵表示,苗莱武装已经派遣了增援,并储存了足够三四天使用的食物,他们计划用第606庄甲营为主力袭击卡林。 可见,缅军进攻卡林的战斗也许很快就会打响。 昂山素季的保卫军将迎来一个重大挑战。 缅甸境内战事格局下一步的走向到底是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缅甸境内战事格局走向存在着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缅甸军政府下一步的所作所为。 具体来看,取决于以下因素。 一是,是否推动优化立法和司法等体系,并弃大缅族主义,使少数民族获得平等的地位。 二是,适当地满足相关民族地方武装的诉求,让其实现高度自治,如若如此,战乱自然平息。 三是,条件成熟,尽快推动大选,产生民主政府。 将权力让渡出来,真正实现一个和平稳定的缅甸国。 反之,一根筋的派兵去镇压各地此起彼伏的武装行动,不但不能平息,国内的战乱反而火上浇油,战乱更加持久,也更会生计。 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这里是胜利这些专程中的当地的余折兵曲处前。